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 也是中国男二队原教练员于扬 欢迎于扬指导 大家好 我们看到石川家纯上一轮是4比0淘汰了斯索克斯 那么陈梦在上一轮还是遇到了一些波折 是七局大战战胜了平野梅雨 应该也是陈梦在开赛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从陈梦的上一掌球来看 我们感觉未必是坏事 对于他的状态的激发 更好地投入到这种 已经进入到几乎白热化的这种战斗当中 对这种状态的激发是一个好事 相对于来说 陈梦他的整个打法 他的这种技战术的体系 还是属于比较厚实 但是也会稍微慢热一点 包括对于比赛当中 他的状态往往出来的 都会比其他运动员更晚一些 那陈梦和石川嘉纯两人的战绩上来说 也是陈梦绝对的上风 此前的八四交手七胜一负 现在石川嘉纯肯定也会是全力的去搏杀 去拼成 从这前两个球来看 石川嘉纯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陈梦这个时候 一定要做好四行准备全力调动 上来之后 就要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 希望 开局石川嘉纯四比零领先 加油 陈梦还有出现了一些无论失误 嗯 发球抢攻了 直发球应该主动一点 另外一个呢 自己要跳一跳 调动一下自己 陈梦把自己的状态啊 还要再激发一下 石川都是这种搏杀啊 发完了就准备测 好的 自己的手感 手也会慢慢热起来 这样的话自己的这种成功率啊 质量啊就慢慢就出来了 对于晨梦来讲呢 这个过程要尽量的缩短 发球一定要严谨一些 我们看到石川啊 还是这个上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意识也比较强 漂亮 成梦也是加强了自己出手的这种质量 发球的落点很好 这个点呢稍微长一点 对于明拉的这个队员来讲 你不是来太好的质量 顶手一点 所以呢后边成梦的这个枪拳啊 还是质量比较高的 你看那石川加强也是直接开场球打相持 嗯 趁陈梦现在目前手感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啊 自己能尽量的攒分 好的 石川的特点主要是这种快速和衔接啊 站在静态 对对成梦的这个调动 两边大脚的调动还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一旦我看到成梦防转打好了 自己的上手上手以后啊 质量还是很高 这轮发球很关键 再出一分 看到成梦也跳起来了 慢慢慢慢找到感觉 好的 这样成梦是在开局0-5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追到了6比6 是的 这几个自己的发球轮啊都抓住了 成梦目前啊 在开局当中啊 战术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发球当中啊 把自己的发枪打好 通过发对方正手的短球 来形成这样的机会 形成很大的机会 石川家层的凡城敏的这张球啊 虽然在线的调动上还可以 但是呢 质量对付得很高 是 他的整个任用单板的质量 还是要单薄一些 对 但石川家层我们看到他的发球轮 他直接就 很多情况下就是开长球 打相持 漂亮 这个阶发球接得好 看到成梦对这一点啊 还是有意识的 嗯 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针对今天的比赛 成梦也是说会对做好这种对左手的线路上的准备 交手次数也比较多了 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 是 所以上来之后就进入到这种博弈状态了 7比7 然后这球阶发球接得不错 这个球去团价格回摆摆摆得比较短的 这一份发球很关键 今天石川还是吃了几个发球 对同样的一个点 但是旋转不同 这样的话 对手稍微不注意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结发球失误的情况 8比8 陈梦结发球这一轮 您注意啊 防顾对方的长球 好的 所以我们从比赛竞争来看 陈梦整体上来讲 质量啊 包括自己的威胁性还是很好的 处理好台内短球的接发球 注意防长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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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石川这个上手的质量啊 单板质量不够 对 陈梦防御会够 回的有点慢 嗯 讲第一局的局末 陈梦是连得2分 10比8 10比8 这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 还是要打得坚定一些 好球 11比9 陈梦拿下第一局 在对方已经基本适应这张短的这个接发球的这个情况下呀 自己主动的变化了一段 发球的时候发到对方反手 嗯 先生还是来了很多球迷啊 在给陈梦加油 应该说第一局整体的情况打的还是比较正常的 嗯 虽然说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 稍微有点慢热 是 嗯 没有完全进入到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当中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中局的时候啊 通过自己有效的这种发球抢攻的体系 包括抢对方拧拉上拳的这个 呃 反拉技术 把这个比分呢 逐渐追回来了 而且在委屈我们看到 通过自己的这种单板的质量 逐渐的把比分呢 首先呢 赢得赛点 结果把这一局比赛拿下来 应该说是两个人实力的体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官方给出的 这个陈梦和石川家纯数据的对比啊 27岁28岁 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第九 第三项数据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是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比赛场次 陈梦是248场 石川家纯是492场 要比陈梦这个多了有接近两倍 你想看出石川家纯是一名老运的呀 对 甚至可能也可以说是出道更早啊 这也是 日本平方球队他们的一个特点 就是很早的时候 可能从13 4岁 14 5岁开始 就打一些世界型的比赛 包括去打成人组的比赛 对 而且呢 日本的这个训练体系和中国不同在哪呢 他们是以赛带练 很多运动员都是在比赛当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呢 他们参赛次数就比较多 其实我们看到在进行的比赛当中啊 陈梦呢 在香吃球当中啊 整体的这种质量啊 包括速度力量都要比石川家纯好得比较多 所以打得不要太复杂 有机会骑700分之后进入到香吃 自己保持好稳定性 在这个基础之上打出自己的质量就可以了 看来是专业的事来场的观众的影响 嗯 1比1 好球 成本的这个揭发球质量很高啊 一般长期也不错 位置调动的也不错 好球 好球 香吃当中陈梦的这种防转弓的能力 对 而且我们看到这种 香吃当中啊 陈梦的这个球 一个是力量大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旋转也比较强的 好球 好球 好球主动巡变 嗯 好球质量发的也很高 球速很快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啊 陈梦就明显就更加的进入到状态了 对 牢牢的抓住了对手的弱点 打的战术很合理 不给对方做短白短当中寻求机会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嗯 发完短球 我直接就披长 披完长之后 打进入到香吃 我比你大一号 那这样的话 我得分的几率就大很多 而且呢 在结合 发球当中的 长球的配合 这样的话 石川佳纯确实不好打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呢 石川佳纯是跟随日本女队拿到了女子团体的银盘啊 但是在单打上其实个人成绩并不佳 哇 好球 反手的两条线路 对 我们看到陈梦意识 行长球啊 防得比较好 这个意识呢 很出分 第二个呢 对于石川来讲 这种打法 对他来讲 占不到什么便宜 这个球 这个球陈梦啊 可能是想拉得更转一些 嗯 所以在加战的过程当中 把球拿出界了 嗯 如果不要着急 漂亮 球 我们看到现在陈梦啊 打的比较来更自信的 所以在试赛心态当中 一个成熟的表现 是 尤其是拿下第一句之后啊 就像吃了一个定心玩一样 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 只要你的战术指导体系是对的 在比赛当中一定要坚定 现在目前陈梦呢 在自己的这个对阵当中 这个长球 嗯 相持 把这个特点打出来 石川价格就没有什么特别好 但只有这样去搏杀 但是你的搏杀成功率比较低 那么最后呢 你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觉得这场就应该说 陈梦目前对场上的局势的把控 嗯 还是不错的 第二局分差也拉开了 2比8 尽高发球 抛的高度不够 被警告 5分领先 陈梦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盯得更细一点 更仔细一点 不要大意 这球发出台了 陈梦直接抢弓 确实对于石川来讲 现在目前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发短球 陈梦劈场 打得相持 嗯 所以呢 现在目前只能是 搬出台场球结合起来 有点退台啊 陈梦 哦 掉短 这球退的有点太多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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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保守 一定要继续 把自己的相持的这个特点 优势打出来 牢牢地占据住这一块 球队三领先 暂时 丢了两分 我看到陈梦也控制一下节奏 zeit也攻击 五 Qu必九 ступ Americans 连续抢住 石川家纯再追一分 这几个球城邦打得点软 有点偏软 自己切发角的时候还是要 有一些变法是不是要自己主动一点 这城邦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这是反正我的批诈 对于石川来讲 原来讲难度不是很大 心情上也是求胜心切 这球失误了 11比6 陈梦拿下第二局 目前大比分是2比0领先 目前陈梦在发球到对方的中间短正中短 让石川家纯引起来之后 在抢上拳的这个战术成功率很高 因为陈梦有一把反手的长球 所以石川家纯在上位的时候 不敢上的 不是那么上的不是那么及时 陈梦的场外指导师 他的主管教练马林 那么在这个上半区当中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是一场中国队的内战 将由陈敬彤来对上王曼玉 所以这一场陈梦过关的话 下一轮这个半决赛 也一定是一场中国队 对中国队之间的较量 目前在女单的八强当中 是亚洲选手再度的包揽八强 其中中国队是占了五个席位 另外就是日本的伊特美成和石川家纯 今天伊特美成将要对上王毅迪 那最后一个席位呢 是属于韩国的销球手徐晓媛 从目前比赛的发展态势来看 陈梦已经牢牢的控制着场上的局面 而且从局势上来讲 2比0领先也不错 保持这样的势头下去 应该说这场球啊 取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是 切发球滚网 幸运球得一分 漂亮 反手还是这种出手的速度力量 包括旋转 两个人多次的交手 可以说只跟着地 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战术 有效上来就用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石川家能备用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受制于自己的实力的限度 石川这边要暂停了 这个时间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混双男双和女双的一些赛成赛果 那在混双当中呢 林高远张安的这个中美跨国混双配队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四强 他们是3比1战胜了莱贝松和袁嘉南 这一队的法国组合 其实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 也是闯入到了混双的四强当中 那王楚清和孙以沙也是顺利过关 3比1战胜了西班牙组合 另外呢 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早田希那 是3比1战胜了印度的 加拿大赛卡然和巴特拉的组合 林荣正义静 3比1战胜了中国香港的 和军节李浩琴 那么在南双当中 林高远和梁静坤是3比2战胜了 德国的邱党和杜达 另外一对中国组合 梵振东和王楚清是有一些可惜要 2比3输给了瑞典的卡尔松法尔克 那另外的两对 南双的四强是日本的羽田信使 护上孙辅 以及韩国的张雨珍和林中勋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目前第三局的开局 陈梦是3比0领先 你看到十三加车换了一个发球位置 但是他没有什么效果 是 陈梦依然采用了比较坚定的就是批长战术 批长推长之后打上拳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在这个线路分配涨也是很合理的 他们的反手接长球失误了一点 有的时候对会显得有点对不上点 对 反手这种长球顶住的时候动作一定不要打 一定要是钻紧板子做一个小的一个旋转 吃住球 哇质量发的很高啊 对 这球我们看到球速很快 而且直接边线出去 感觉封闭集训之后 陈梦的这个长球比以前发的更好 对 我看到这个弧线也很低 两条线啊 对 这些擦网 对 不要受这个影响 这个比分对石川来石川嘉诚来讲了 没有变化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了 所以对于陈梦来说呢 要稍微注意点对方的这种球上的变化 连续的拔住 对 拉转 稀里短 小远 漂亮漂亮 这个防转打得漂亮 嗯 石川嘉诚连续地压住了陈梦的中路 但陈梦呢强行把这个球拔住 最后形成防转的时候呢 自己的反手一板直线 思路很清楚 这是一个适气分 对 稍微注意点长球 这 这里是 连续的扛住 漂亮 真的很厚实 对 我们看到 十三加成实际上 几乎要成功了 是 压正手大脚这个战术 但是每次呢 陈梦都是依靠自己的身体能力 包括自己的手感 把球够回来了 抢回来了 连续看了三板 对 而且最后一板呢 给到对方一板偏直线的 偏直线的球 看到十三加成够不着了 这就是能力的对比 好球 8比4 直截得分 上一个球啊 很给力啊 也很涨气 是 这一局打了两个这种 长士气的漂亮球 其实对于陈梦来说 这一次出征视频赛 我觉得多少还是有压力的 一方面是要成就 这个大满贯的梦想 另一方面呢 毕竟是刚刚拿了 这个奥运会的女单冠军 其实对于所有的对手来说 都会去瞄着陈梦去打 对 现在目前呢 他已经成了 大家眼目当中最强的敌人 最强大的对手 所以呢 对他的研究啊 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这种情况下 是你走向 成长的一个必然之路 是 嗯 实陈梦还是很顽强 追退两分 加强了自己的上手质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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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 陈梦还是要坚定自己 不要保守 把自己的阵门发球打好 8比6 发球上还是要长短结合 对 其实这局两个集场 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效果都不错 就是开机场 漂亮 反手直接一个快丝 感觉十川都有点没反应 对 这个球啊 套路练得很熟 而且手上感觉特别好 一个中午长球 反准四大脚 这是针对左手运团 一个特别有效的战术 还是给一个中间短 来准备抢上拳 开始开几场 发球抢攻 你看到这局四个长球 全都打成了 而且全部得分了 对 两个正口长球 两个中间长球 衔接的都不错 战船梦是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擦边 十川这边也是没办法 只有自己采用那种薄杀战术 这个截划球看起来 还是有点不太坚定 就这种观念的时候啊 陈梦一定不要怀疑自己 要更加坚定 要了一个暂停 我觉得在场上 可能陈梦还是多少 感觉到了一些局面的压力啊 先是请这个裁判擦了球台上的汗 调整一下比赛节奏之后 自己还是要了一个暂停 这种情况啊 有的时候说明啊 队员在心理调控的过程当中啊 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能够调整好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了一个暂停 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啊 包括自己的心理调控的更到位 而且目前呢 十比八领先 应该说后面两个球 自己有手握发球权 应该说对他的这个 优势的发挥 还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啊 一方面是要考虑对方 另外一方面 更多的是要坚定自己 好 好 暂停回来之后 十比八 依旧是陈梦的局点 对 这个时候陈梦应该是有自信的 前面已经打得很好 今天其实要比昨天和平野的比赛 显得要流畅很多 对 还是开场球 抢成五 这个一局打五个 是 而且全部得分了 对很有效的战术 十一比八 陈梦在拿下第三局 目前将大笔分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三比零 对 从这一局球上 也可以看到陈梦啊 主要把自己的这个 心理状态调整到位 在保持心理比较坚定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技术能力 还是很突出的 目前中国队的两队女双 王曼玉 孙颖沙 以及陈梦 前天一 也都是进入到了四强当中 其中 王曼玉和孙颖沙 作为上一届的 这个卫农冠军 其实今天的这个四分之一 决定决策还是遇到了一些波折 最后是三比二战胜了 平野梅宇和十川家纯 陈梦在技术当中 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段 确实是达到了欧赢贯军 球的质量相当高 对于石川家传来讲的 这种质量对他来说 有些抵抗不住的 是 好像在场上 石川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 这种得分的手段 对 自己采用搏刹战术 甚至一些搏得比较好的球 也被陈梦给合理的处理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办法不多 来 所以这局石川受到 上一局长球的影响 在接短球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揭发球质量不低了 对 这板球应该说 拉的角度 包括拉的指量 还都是很高的 但是石川家传 我们今天看到 他反手的直线的这板球 打得比较少今天 这个反手的这个 左手的这个特点 应该说不是说特别突出 出来了一个 出来了一个 反手的直线 包括这个正手的直线这板球 所以今天给陈梦 整体上来看难度不大 没有造成太大的难度 好 先试个机会 好 你算是 operate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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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场上局面比较交流的时候 陈梦率先领先 希望这个球能够打开他后面的态势 我继续保持下去 在自己的最好的状态 大学强攻 好球 巧妙地扁拉了一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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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打了一个防守转进攻 对这本直线拉得很轻松 而且很清晰 我们看到思路很清楚 确实是这种速度力量旋转上 都要比石川要大一号 有点照着打的意思吗 你越打越清楚 通过上一个球看到了石川的正手的空位 这本球直接挑一拳 这个时候不要犹豫 可以稍微加快一点比赛的节奏 6-3 不算加强的自己 不等走的能力 这个意识已上来了 这两个感觉发完之后 自己第三版的衔接好像没有想得太好 对 石川家纯追回两分 压住 哦 好像还差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稍微退了太一点了 这个时候要压一压节奏了 从2比2双方打平以后 6比2 陈梦领先 目前呢 被对方连猪要三分 不要保守要更加自信一点 漂亮 对 反拉穿直线 对 你看到陈梦领是打后 一次感到自己的这个气势打出来 打好自己的发球轮 这个时候战术上可以考虑一下 在击风线路上啊 突出一下对方的中路 包括对方的正手 可以多打打直线 还是多排的相持 好的 哦 石川这一下速度很快 这个感觉可惜 石川的感觉确实是只让你都压得没死 这个发球正确要打成 保持住比东的优势 你看到陈梦 很清楚的看到石川加成战妹啊 已经靠中间了 就是为了防止陈梦再发正手的正常球 调动自己 所以呢 陈梦在发完这个短球之后啊 迅速的用反手回归一板 回了对方一个反手打脚 来 切发球一定要 要白短 劈出去最好 嗯 直接劈长 嗯 因为石川加成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概念 他要尽量的提高自己的质量 要薄杀战略打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就容易失误 全是打长球 陈梦又是穿直线 对 已经很好的找到对方 正手空当的这个位置 跑出来 给直线 好的 陈梦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漂亮 好发球啊 对 这样4比0 陈梦是战胜了石川加成 也率先的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 好 我们也稍事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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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